都说于正最会捧人 这话一点也没错 杨幂叫丽颖能有今天这个成绩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 和出演于正的大暴剧是脱得了干系的 换句话说于正也是很多女明星的恩人 其实很多明星都出演过于正的电视剧 像高远远 豪磊 霍思叶 孙飞飞 安以轩 周冬宇等有实力有演技的演员 在于正的电视剧作品中都有很深刻的表演 最近热播的演习攻略更是不用提 不仅刷新了对于正练剧的看法 并且就牵手捧红了一众明星 其中秦兰 聂远 吴锦妍 徐凯都因为这不知更上一层楼 尤其是作为于正的女主角吴锦妍 严格来说她已经不算是个新人 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出道八年了 她首部出演的电视剧《古今六人星》 就是2010年的作品 在这八年以来吴锦妍也是一新人次剧 并且不断学习与进步 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除了《演习攻略》这部电视剧外 吴锦妍还是余正又一力做招歌中的女主角 只不过吴锦妍的团队在不久前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差点耽误了吴锦妍的事业 中国电影报道还点名批评了她的团队耍大台 不配合等新闻 吴锦妍本人知晓后也是第一时间弥补这个错误 不知一次的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与团队的失误 并且态度诚恳这才终止了这件事情没有向更为严重的方向发展 在这场风波后 吴锦妍又现身 他身着婢婿和牛仔裤 既是简单又是大方 虽然戴着口罩 也能感受到吴锦妍的开心与兴奋 手里还抱着一只小兔子 看起来很是惬意 只不过因为脸与脖子相差太大 导致被网友取消 未解以后抹粉底剂的抹脖子 甚至还被网友喊话 赚了这么多钱反不差这点粉底剂钱 网友也是很低了 虽然这次出现了失误 但是吴锦妍的脖子还是很强的 这也是他的一个加班项 吴锦妍还很快乐都和大家打招呼 也证明了他的脾气还是很好 也很温和 也自掉了耍大牌的传闻 目前吴锦妍还不算是大爆的明星 还处在巨火人不火的这种尴尬的场面 如今他还有招歌 后来传等剧没有播出 所以他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吴锦妍从小透明走到现在实属不易 所以还是很期待无几年的新作品